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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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瑙盒穿过匈牙利 在首都布达佩斯这里 一共有九条桥梁 每座桥都有不一样 有不同的设计 也有自己的个性 它们的共同点 就是合起来 变成布达佩斯的交通要道 也是观光客必游的热门景点 就是强纳斯 他从小就跟桥非常麻吉 他会弹吉他 也是动画达人 但是为了练桥 他放弃一切 从来没有后悔过 对别人 桥是交通 对强纳斯 桥是诗 也是艺术 他是练桥的首桥人 也是最大的粉丝 跟洞植物一样 桥也需要照顾 才能长长久久地提供服务 在匈牙里 首桥是家传事业 桥纳斯是他们家的第三代 这张照片就是遗产证明 我的大父亲是马吉他 他是我的老父亲 从1964年到2004年 他成为马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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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马格丽特桥 布达佩斯的第二大桥 首桥人是英雷 强纳斯的叔叔 从38年前起 强纳斯的爸爸 也就是他哥哥 退休后 就接下首桥的工作 马格丽特桥 在市中心的闹区 附近有个大公园 是布达佩斯最多车辆跟行人的桥梁 四岁的时候 英雷第一次看到桥下的结构 那些错综复杂的秘密通道 让他立刻上瘾 他认为首桥是刺激排行榜的第一名 首桥可不是做班公事 首桥人每天爬上爬下 桥面桥底走来走去 预防故意破坏 预防船只撞击 确保桥的良好状况 才不会有意外 每隔几个月 他要跟工程师一起 给链桥做健康检查 处理辅食工作 现在英雷要退休了 必须找接班人 可是 儿子另有梦想 老爸也不能强求 家传事业就此结束 但是首桥的工作不能中断 玛格丽特桥会找到新的守护神 继续在多闹河上 一代传一代 把神圣的守桥众人交给爱桥 爱河 关爱众生的守桥人 多闹河灌溉大地 给运送艺术和文化 风润中下游的地方 像保加利亚的鲁塞 因为多闹河 变成了黑海通往西欧的通道 非常有文也纳的味道哦 鲁塞位于保加利亚北部 它在多闹河的右岸 是黑海进入巴尔干半岛 到中欧西欧的门户 因为地理位置太重要 一直跟欧洲的文明发展 有密切的关联 以前的鲁塞是保加利亚的文化中心 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遗产 也有很多故事 由于三岸前前 到一幅高峰 到一幅高峰 都是十九世纪盖的 建筑师来自意大利 奥地利 德国和法国 三百多个建筑地标 各个外形特殊 封卫独特 从前30年代 датира така нареченото 名字 Russe Vratana Evropa 或者Russe Malkata Viena 这是骋子 到够是正确的 因为Russe 大约在两千两百年前 罗马人来到鲁塞 发现他的港口很深 可以停很多船 就给鲁塞取外号 叫做六石船 证明他的水运真的很方便 鲁塞市有很多典型建筑 包括自由市场 普坦堡广场 历史博物馆 郡利图书馆等等 典型是因为他们壮丽又细致 有欧洲的建筑风格 室内的装潢摆饰 也非常的欧洲 所以鲁塞的外号 也可以叫小维也纳 鲁塞是保加利亚最富裕 最世界性的城市 古物馆里面 有古老的历史遗物 附近还有堡垒遗事 又是保加利亚 对欧洲的门户 充满了多元种族的文化 火力充沛 精气十足 这一切都要谢谢多闹河 把欧洲的新发明 文化 潮流 从鲁塞带进巴尔干半岛 难怪鲁塞人都有点自豪啦 多闹河流过山区 流过平原 又在河口附近 冲出好大一块三角洲 变成植物 动物 鱼类 还有人类的家 最后才流进黑海 请先跟小主播到乌克兰 看看三角洲提供给乡亲们 什么样的生活 对很多人 多纳河不止是河 它是水 也是电 它是美景 也是湿地 对住在乌克兰三角洲的人 它是交通 食物 更是维生的源头 这是欧雷格 它是专职渔夫 跟其他八千位居民 住在三角洲边的奥德塞村 捕鱼是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 虽然在三角洲多纳河不再是蓝色 依赖多纳河为生的渔民 还是用传统的木制小船捕鱼为生 过着船铺又自然的生活 这是乌克兰的河道控管中心 因为三角洲的河道浅 弯来拐去 大船进出不安全 所以他们就把河道挖身 让吃水较深 较大的客户两用船通行 乌克兰还想自己挖运河 他们认为计划很完整 有遵守环保标准 不会影响水源供应 鸟类或动物 但是环保人士的看法不同 因为运河动工以后 多纳河的水量会降低很多很多 这是边防的警卫叔叔 他每天都要搭快艇 在多纳河上巡逻边境 因为在三角洲 多纳河分成三条直流 最北这一条是国界 左岸是乌克兰 而右岸是罗马尼亚 在右岸上巡逻边境 在右岸上巡逻边境 位置是洛乌尼亚 从右岸上巡逻边境 最主要的问题 保护队在运河 是压运河的区域 在哪一条巡逻边境 因为阶线已经说了 是一条巡逻边境 而它的保护 必须是避免特别的技术 以前编防管制很紧张 但是最近几年来放松了 发展经济正好的时机 脑筋动得快的人 就搭上绿色旅游的游船了 三角洲是烂尼湿地 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很多人特别来乌克兰 欣赏多脑河的生态美景 当然也要俗气一下 到零公里 也就是多脑河的终点 进入黑海的地方 体验大江东去不复返的感受 紫欣 多脑河有时很先进 有时又很朴素 是啊 如果不管是光鲜亮丽 还是纯净文净 希望我们的多脑河 能够永远健康又美丽 有人说在意大利 转角就能看见果机 因为意大利是世界上 最多遗产的国家 总共有44件文化遗产 以及3件自然遗产 像是古罗马竞技场 比萨斜塔 还有好多好多有名的建筑物 它们全部都在意大利 是啊 不过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古迹 很特别哦 是哪里啊 那就是意大利的庞贝城 啊 我知道 它是因为火山爆发 而惨着活埋的古城 嗯 是啊 今天赶快跟着小主播 一起去探讨 庞贝城的过去和现在 2000多年前 意大利的庞贝城 西林纳布勒斯海湾 北靠维苏维火山 是一座附数的城市 然而在西元79年8月24日 维苏维火山爆发了 猛烈喷发的火山毁灭了庞贝城 来不及逃跑的2万居民 全都惨遭活埋 整座古城就这么被火山灰 埋入地下 消失在世人眼前 直到18世纪 考古学家才从厚厚的火山灰中 挖出了这座古城 并发现这座遗迹 还保持着2000年前的景象 在火山灰的隔绝下 当时人们生活的情形 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 如今庞贝城被修复成观光遗迹 2000年前古罗马人的生活情景 但是这样珍贵的古迹 却在2010年发生一连串的崩塌意外 不但引起了国际间的高度重视 意大利政府也备受责难 这一节目的影响 还不哭整 它密集体化 在 furniture 不是一刻一刻 它们在一刻 它们不能再重新再加上 它差不多 一刻一刻 像我们的房间 装保持住的房间 正在这些家庭上 是前面停建立啊 一夜中就会拆机 这是这些 这些高度oughing 建立了 免工房东西 带中在一切 记得比较多 每年高达250万名的观光客 让修复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2013年2月 意大利政府与欧盟合作 展开了保护庞贝城的计划 预计将有25个区域要重新翻修 整体经费高达1亿欧元 折合台币40亿元 由于这是庞贝城有史以来最高额的修复计划 所以专家在审慎规划的同时 还是得小心不法分子 旁贝城就像一个活教材 告诉我们大自然力量的巨大 希望整修之后 这座珍贵的遗址 能继续维持它2000年前的面貌 告诉我们更多珍贵的故事 云婷 听说你要去采访全国冠金的全球角力勇士 对啊 他们是安康国小的角力队 个个都身经百战了 只不过我第一次看他们练习的时候 有点害怕 害怕 难道是练习很危险吗 因为甲力是一种古老的经济运动 玩法是两个人以各种技术技巧 还有方法摔倒对方 所以我看了就有点害怕 听起来好刺激 我也还想去见识见识他们英勇的战绩 好啊 一起去拜访小小甲力勇士吧 大家放学了 天空下着毛毛细雨 爸爸妈妈们 拿着雨伞穿着雨衣 赶紧送心肝宝贝回家 但是有一群孩子 不是回家 而是参加 习功课的时候 最近 习将军在那边 玩 第一期习功课 第二期习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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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将军 那今天要把 习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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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真的 差不多 还挺 我只是说可以讲话 可是小声一点 有问题吗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在角力队里 想要练角力 就得先把功课写完 教练不厌其烦的 督促大哥哥们的 课业和生活常规 培养队员们 对自己的负责态度 来 15秒 终于 功课先完咯 接下来的重头戏室 我们要努力比赛 要看比赛 有没有问题 大家好 我是小记者派远亭 看到我后面这些大哥哥了吗 他们可不是在打架哦 他们是在做一个叫做角力的活动 想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咯 大声一点 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 队长哥哥你好 你做暖身操要做多久 大约十分钟 那有哪些动作 有抬腿跑 小睡步 还有开儿跳跟养活起坐 大约这样 十分钟的暖身操坐下 拉筋 小睡步 真的让我看流浃背 气喘湿湿 事实太难了 有的我做到一半还放弃呢 大哥哥们真的好有毅力哦 开始 你快点了 你快点了 我啊 为什么是你 因为他没有牙齿啊 因为他没有牙齿啊 因为其实是角力的基本动作 很好玩 我很爱 因为我爱运动 那个等一下要练塔库鲁 注意听 塔库鲁的时候 他的脚是叫他脚是同边脚 叫他 去抓他的手 拉一下 然后手打开进去 准备开始 想得冠军可没这么简单 平时这些基本动作 不断地重复练习 看似简单 但也不能马虎 因为这可是奠定大哥哥们冠军的关键了 出了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要角力了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角力练习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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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紧张哦 不知道谁会赢哦 出了 再见 三十下仰慧起座开始 看了这么久 我还是不知道角力是什么耶 到底是摔角还是把人压倒呢 角力运动啊 他是两个人穿着一个红色衣服跟蓝色的衣服 在场上 然后用对摔的方式 然后去压制对方 然后来得分 他最早起于希腊那边 是在鼓军队 这军队在需要去打仗的时候 那所要训练的一种运动角力 你要让我的 没有 没有 你们有没有自己最特别的招式 有啊 我有学到泡头船 就包住别人的头 压制头让他起跳 就平日了 该如何爬球吧 冲倒 压制 得分 然后得冠军 我们学校的角力队 是新北市体育重点学校的角力队 那我们在去年啊 有比台北市的比赛 还有新北市的中小学运动会 还有全国赛 我们学校都拿到冠军 大哥哥们这么喜欢角力 不是没有原因的 收获就是体能变好 然后叫到比较多朋友 跑步跑比较快 然后呢 运动的时候也比较不会累 体能变好了 学会了如何震荡的防身 如果逗留的话 会感觉很有持久感 可是我只希望他们能在角力队 有个很开心 然后并且一个贵族感 让他们在这边可以得到开心的一个童年 安康国小角力队就像一个大家庭 来这里的成员 从一开始什么也都不会 到可以上场比赛 这一路走来教练陪伴他们成长 他们对教练有一个满满感恩的心 就是谢谢老师从三年级带我到现在那么久的时间 然后常常带我们出去比赛 然后请我们吃东西 然后现在我要毕业了 就谢谢他带我们那么久 老师再见 感谢教练会制造腰包 请我们吃东西 鼓励我们 前三年教练也会制造腰包 帮我们买礼物 虽然老师认识的时候很严 然后可能是练完其事 以下第三朋友认识的时候 然后可能跟老师说 是个老师 今天我认识了小小角力勇士 我觉得他们好厉害 不怕痛也不怕摔 修身药的是有一股勇不放弃的热血精神 看来我也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当一位有毅力的小勇士 阿强夺角角力勇 造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想要主播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